想吃辣白菜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不但做法简单 而且特别好吃 首先准备一颗黄心抱团紧的大白菜 先一分为二 再二分为四 然后改刀切成小段 收入大盆中 加入小半勺盐 用手充分地翻拌均匀 腌制两个小时 目的是杀出里面的水分 烘碗里加入一大勺糯米粉 用开水烫熟 搅拌均匀 一勺粗辣椒粉 一勺细辣椒粉 姜末 蒜末 少许食盐 鸡精 一大勺白糖 适量鱼露 提味提鲜 搅拌均匀 这个酱料就调好了 之后我们把杀出来的水分倒掉 然后加入清水多清洗几遍 洗掉白菜里的盐分 这样吃起来就不会咸了 每天都在用心酵做菜 只希望你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万分感谢 之后攥干水分 收入大盆中 放入切好的离丝 苹果丝 韭菜段 然后倒入辣白菜调味酱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 最后用手翻拌均匀就可以吃了 腌制一夜 味道更加好吃 学会了腌制辣白菜方法 再也不用出去买 喜欢的话你也赶紧动手